公公公 郭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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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是俘虏吗 睡得比我都小 吃西瓜喽 布叔叔年瘦在哪 不给吃 还是给它吃吧 你看他这样子 他们住的地方 一定是在荒山野岭 平常没啥好东西吃 是啊 那破山洞又荒凉 又没东西吃 原来你们就躲在某个山洞里 犯了优所小了 啥小了 能给块大习惯吗 不行 兴崽告诉我 多劳才能夺得 我力气可大了 我要干活 我要吃的 那你吃好了 就跟着火牛吧 今日小鼠 好想轻载他们啊 疯 李香 你也就仗着神气厉害 大大大 年兽 你也就仗着身体大 现在我比你还大 我看你怎么逃 我不是在山上 抓年兽吗 没法烧呀 好好看看这是哪儿 你们在干嘛 今日小鼠 去朝晒服 又累又热 咱们去姑姑家吧 她那甜甜的西瓜 刚好成熟 好呀 这就是咱们要的西瓜 吃了它 恢复能量 我们就去救地兽 能量充足 就是没啥味道啊 胡子 老大 不行 你手还在等我呢 天手 把西瓜拿过来 是 老大 这都是我姑姑家的西瓜 你们看中哪个吃哪个 嗯 给大家露两手 哎 不好 快接个 老大 不好了 精灵们来了 只有两个精灵 好吃 你出去吸引他们注意 把他们引远一点 我暗中找机会困住他们 然后就可以去节气基地救地兽了 是 老大 可 可救我一个 我有点害怕 少啰嗦 神器见你放身 是 快放了 快放了地兽 天兽 可恶 可恶 别跑 追错了 跟我来 我刚才好像看到有一道山影 飞到这边了 跑又跑不过 藏又藏不住 这可怎么办呀 神经老大 你比老大还大 就给栗子 大风来 怎么回事 难道这大鼎和神器 有某种神秘的联系 能给神器充满 天生 逃不掉了 跟我们回去吧 想得美 只能再赌一次了 只能再赌一次了 神器啊 发挥吧 迷雾招来 可恶啊 什么都看不清了 丽春姐 你撞到我了 我们招的迷雾 只有我们看得清 你追不上的 丽春姐 你干嘛打我 丽夏 你小心点 你打到我了 丽夏 不怕 总先弄鬼 天兽 你们都不害怕吗 天兽 是天兽 在我这边 才是天兽 偷袭我 原来你在这儿 看招 丽夏 怎么老是 红蟲之壮的 我以为是天兽 别冲动 看清楚 差点又出错了 不能太急躁了 我们要先想办法 把浓雾驱散 或者直接走出去 但是 这个迷雾好像迷宫 怎么走都出不去 对对对 感觉在雾里绕圈圈 我觉得 可以让小鼠精灵来帮忙 日月星辰 四季轮转 沉睡的小鼠精灵 高兴吧 召唤不出来吗 地兽 我来救你了 我力气很大 会喷火 你被老大骗过 上次是我大意了 他再来 我打扁他 你被老大骗过 我要是生气了 会很可怕的 你被老大骗过 你们把地兽关哪儿了 年兽 年兽 老大来救我了 每年功力的七月六日至八日间 就到了一年二十四节气的第十一个节气 小鼠 鼠是炎热的意思 小鼠就是小热 还不是非常热 小鼠时节 天气炎热 雷暴频繁 农作物都进入了茁壮成长阶段 但有些地方 也会出现干旱 或者红浪 小鼠过后尝新米 人们将新歌的稻谷碾成米后 做好饭 祭祀五谷和祖先 表示对大自然以及祖先的感恩 小鼠以后 人们往往食欲不振 适合吃一些清爽开胃的东西 比如收黄瓜 鸡蛋 莲藕 都是不错的选择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小鼠节气小知识 你们还知道哪些关于小鼠的知识呢